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小猴子下山 有一天,小猴子下山来,走到一块玉米地里 他看见玉米接得又大又多,非常高兴,就掰了一个,扛着往前走 小猴子扛着玉米,走到一棵桃树下 他看见满树的桃子又大又红,非常高兴,就扔了玉米去摘桃子 小猴子捧着几个桃子,走到一片瓜地里 他看见满地的西瓜又大又圆,非常高兴,就扔了桃子去摘西瓜 小猴子抱着一个大西瓜往回走 走着走着,他看见一只小兔子蹦蹦跳跳的,真可爱 就扔了西瓜去追小兔子 小兔子跑进树林里,不见了 小猴子只好空着手回家去 小猴子